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就美国白宫发言人称 美方代表将在下周中美会晤时 谈及香港 新疆等议题提问 就此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此次对话的具体议题有待双方商定 中方希望双方能够就共同关系的问题 坦诚对话 管控分歧问题 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 赵立坚表示 举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系美方提议 这是中美元首除夕通话后 双方首次高层接触 也是美国新政府执政以来 中美首次面对面会晤 中方希望通过对话 双方能够按照两国元首通话精神 聚焦合作 管控分歧 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此次对话的具体议题有待双方商定 我们希望双方能够就共同关心的问题 坦诚对话 中方也将在此次对话中表明我们的立场 双方应该准确把握彼此政策意图 增进相互了解 管控分歧问题 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 同时在涉港问题上 赵立坚指出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任何外国无权干涉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任何外国无权干涉 我们敦促美方停止插手 香港事务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中方将坚定捍卫 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同时赵立坚指出 中方在涉江涉港问题上的立场 是一贯的明确的 中方多次说过 新疆地区的大门始终敞开 我们欢迎任何不带偏见的外国人士 访问新疆 通过亲身经历 更好地了解新疆 在事实和真相面前 国际反华势力炮制的 各种反华谎言和虚假信息 都将不攻自破 总台阳市记者北京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